杀手排行榜的第一名 紫城副业的顶级杀手王德白 虽然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但仍活跃在杀手的舞台上 他沉着冷静杀人不眨眼 在业内已经得了同行的一致好评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由于王德白每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 因此他的客户也越来越多 在挣钱的同时也把家族产业发扬光大了 可以说是精神物质双丰收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英国的犯罪喜剧片 狂言目标 王德白的老妈目前住在一家豪华的养老院 虽然老太太没有在第一线工作过 但业务能力在家族中是最强 他目前最操心的就是儿子的婚姻大使 在他看来家族的这门手艺必须有人继生残型 由于王德白整天满世界杀人 忙得脚不站地 因此个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王德白生日到来之际 老太太亲手制作了一本简报合集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儿子 里边记录了王德白入行以来的每一笔业务 艾米尼是一名职业片子 他主要的业务就是利用伪造的名画片钱 他的搭档是国家艺术馆的一名修补师 两人一个负责伪造一个负责销售 这些年可赚了不少明信钱 艾米尼的下一个目标是一名黑帮的老大 他把伦伯朗的原作和伪造的艳品 放在了一个特殊的箱子里 在和黑帮老大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把名画给掉了包了 当黑帮老大发现这幅墨迹还没干透的名画 居然是艳品之后 便出高价雇佣王德白去干掉艾米尼 王德白接到订单之后 一路跟踪着艾米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对于这位老牌的顶级杀手来说 干掉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应该说是不费摧毁之力 但不幸的是 王德白在这个过程中 居然对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人 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 杀手一旦动了感情 这活就没法干了 王德白来到养老院 向老妈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因为她自己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无法向艾米尼开枪 她老妈听完之后可气快 因为这关乎着家族的荣誉 她绝不允许王德白砸了他们家的金子招牌 听完老妈的训教 王德白跟踪着艾米尼来到了停车场 准备再次动手 可当她准备开枪的时候 黑帮老大的手下突然出现了 由于王德白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任务 黑帮老大只好自己亲自动手 眼瞅着艾米尼要被干掉 王德白鬼使神差的射杀了黑帮老大的手下 而这一幕全被停车场的洗车工托尼看在了眼里 王德白和艾米尼刚准备开车逃走 就被黑帮老大的另一个手下给控制了 两人面对着墙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洗车工托尼开枪打上了黑帮老大的手下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王德白谎称自己是一名私家侦探 暂时取得了艾米尼和托尼的信任 本来王德白想按照计划干掉艾米尼 但却迟迟下不了手 鉴于王德白出色的表现 艾米尼决定花三万块钱 雇佣王德白保护自己的安全 这种情况对顶级职业杀手来说 简直就是个耻辱 但在艾米尼强大的攻势下 王德白最终屈服 两人在离开停车场的时候 再次遭到了黑帮老大手下的追杀 还没有走远的起车工托尼 也被牵连到了其中 随后三人下榻到了一家豪华的酒店 巧的是黑帮老大居然也住在这 派出去杀艾米尼的两个手下 迟迟不回来 黑帮老大是心急如焚的 没有正当职业的托尼被卷入其中后 对王德白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崇拜 尤其是当听说艾米尼花三万块钱 雇佣了王德白之后 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像王德白这样的私家侦探 由于手下办事不利 黑帮老大只好套钱又雇佣了一个杀手 这名叫马丁的杀手 位于杀手排行榜的第二名 业务水平仅次于王德白 对于自己的这位前辈 马丁是既膜拜也有点不服气 黑帮老大的手下出门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摆在王德白门口的皮鞋 这双皮鞋之前可是穿在 他那位死在停车场的同事的脚上 黑帮老大的手下进屋之后 直接就把正在洗澡的托尼摁在了浴缸里 但这哥们实在是太窝囊了 折腾了一会儿居然被托尼给反杀了 三个人逃出酒店 开着那辆偷来的小汽车疯狂的逃窜 黑帮老大和手下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场追逐戏 以黑帮老大和手下撞墙宣告结束 为了躲避追杀 王德白带着托尼和艾米尼来到了自己家 王德白平时的生活很有规律 而且非常注重仪式感 严谨自律刻板保守 估计这也是他一直找不到媳妇的原因之一 但开朗活泼的艾米尼的到来 把他那死水一般的心湖彻底搅拂乱了 浪漫的小水花在湖面上荡起了阵阵涟漪 拨光练艳心潮澎湃 为了查出王德白和艾米尼的下落 职业杀手马丁顺藤摸瓜 找到了在国家艺术馆上班的名画修复师 也就是艾米尼的那个搭档 就在王德白和艾米尼的感情迅速升温之时 王德白的老妈从养老院杀了回来 为了不失信于客户 为了家族的荣誉 他必须干掉艾米尼 虽然老太太的腿脚不太利索 但动起手来绝不含糊 当场就把艾米尼的魂给吓飞了 最后在王德白的极力劝说下 老太太才极不情愿的回到了养老院 在王德白生日的这天 两人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幸福的走到了一起 可好景不长 艾米尼很快就发现了王德白的秘密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王德白是个职业杀手 而自己就是王德白的目标 就在王德白为了新生活而忙碌的时候 艾米尼举起了王德白家那把祖传的不可抢 艾米尼开车走了 而知道真相的托尼也开始跟着王德白做研业了 艾米尼来到国家艺术馆找修复师 没想到职业杀手马丁早就等候多时了 经过简单的威胁恐吓 艾米尼当场就交代出了王德白的下落 当王德白正在交托尼射击的时候 职业杀手马丁压着艾米尼出现了 眼瞅着王德白和艾米尼要出危险 王德白的老妈再次从养老院杀了回来 老太太在楼上居高临下 马上就控制住了局势 职业杀手马丁捡起那把伯克枪 准备做最后的一波 但这把枪由于年久失修当场又炸糖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爱情实在太伟大 而且的确很可怕 模式一旦被开启 妖魔鬼怪圈拿下